今天要求今生受了你 这一生最美丽主 这世人真是祝福 我觉得这么多小孩是使命 我自己的体会 就从我生老大 然后再来生老二 我的老二有早产 所以我生老二的时候 我是蛮勇敢的这样 那生下老三老四双胞胎 就是一个使命 我觉得天主给我这么多小孩 应该就是要让我从这个里面 学习到更多 从这个育儿的经验里面 要更有耐心 然后我蛮喜欢听小孩说话 其实从聆听里面 它可以感觉到被妈妈重视 对对对对 这个是小小的分享这样 对啊 但是不可能永远都是完好如初 像刚刚镜头上 我们也是有哭哭啊 那也是有好 那等一下可能 频率不对 可能又是 每天的日常都是这样 有的说你去一家餐厅 他做的很好吃 这个爸爸做的很久了以后 也会把这个秘诀交给他的小孩 所以我们常常在餐厅都会看到说 第二代第三代很好吃的这样 那我觉得在信仰里面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把最珍贵的这个礼物啊 把这个信仰的生活 也应该要一棒接一棒 虽然说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像 就是这样普普通通 可是如果没有撒那个种子的话 真的没有办法开花 像我现在在带他们四个 有的时候他们 礼拜一到了也是说 妈妈我不想去上学 我觉得上学好累喔 上学好无趣 但是我们还是带他去上学啊 那这个就跟我们在上教堂一样 其实来弥撒 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很有趣的 那么我们就是跟他说 就像在上学一样 我们就是把他养成一个日常的习惯 陪陪耶稣 洛瑟爷爷 圣母奶奶聊聊天 那就是一种行动的陪伴 其实习惯就成自然这样子 早上咕咕咕咕咕 早上咕咕咕咕 早上咕咕咕咕 我很感谢我先生 因为从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就是每个礼拜都跟我们来天主堂这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很爱我啊 对啊 那陆陆续续生了那么多小朋友 小朋友都跟着爸爸 所以礼拜天我们都是 时间一到 那我们就是去参与教会的这个明沙这样子 对很不简单喔 我觉得我先生是蛮不简单的 那黄小爸爸 你一开始就是教友吗 我没有耶 我其实一开始不是教友耶 对对对对 那后来因为要跟我太太结婚 后来就 就就受洗了 对啊 就加入教会了 就变成天主教的 对啊 就变成天主的侄女这样 OK 因为你以前不是天主教的 那现在是天主教的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其实就生活其实多一些信仰啊 有时候我觉得 当然以前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 或是一些彷徨不定的时候 也可能会当然问问自己的祖先啊 问问自己的 呃 对 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是 其实每次蛮固定的时候 就是每天每个礼拜天去教友做礼拜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想一下一些事情啊 一些 一些 一些前因后果啊 到底是不是神有 对我有什么样的指示啊 或者是又给我什么样的使命啊 我变成每个礼拜天 其实都会反思思考一下我到底 可以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下一步要怎么走 然后未来要怎么走 其实更有 反而其实更有一股力量 支持我 支持我前进这样子 最后一个我要提到的是 要很感谢我的婆婆 我的 我的妈妈 我的妈咪 因为她也是我们家很大的帮手 我有这么多的小孩 不可能都靠我 所以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也让我从这个中间里面去学习 怎么样跟人家合作 对啊 这个不容易啦 对但是我也有一个很棒的妈妈 她真的都很棒 妈妈 妈妈你不是教友 不是 妈妈妈不是教友 对 那也不是教友 哦 那你同意赢败的教友 当然是他们要求他们的自由 啊 对 你有看到他们的改革 你说他们很高兴吗 有 有 有 那你也放心吧 对啊 对啊 妈妈蛮不错的 这个银服是我设计的 然后妈妈也是跟我们一起穿 她从去年 祖父母节就来了 所以我也是很谢谢她 对啊 在她身上看到 慈悲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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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